好 不过讲到大众型的安全来看看 高杰昨天接获了恐吓信 这是一名自称V怪客的男子 他说自己要自制炸弹跟购买利刃 皮安业的当下要引发血光之灾 而且地点就在新左营车站 因为这是一个三铁共购人潮相当多的车站 让警察不敢大意 昨天出动了大量人力加强巡逻 会有乘客听闻消息也说会怕 因此刻意避开这个车站 掀开垃圾桶 打开消防栓出水口的闸门 仔细检查 台铁警察局加强巡逻 新左营车站 因为有人扬言 要在车站内对他人不利 那这样很恐慌 我们就不敢来这边坐车 可能就要加强警察这样子 就是协助巡逻这样子 乘客文序心惊惊 就怕有心人不是恶作剧 付诸行动 警方也不敢大意 这期恐吓案件是在上午八点多 先由高捷接获了一封恐吓信件 自称V怪客的不明人士 声称有自制暴猎物的能力 也会备好家伙 要在圣诞的平安夜 引发血光之灾 地点就在新左营站 搞的是人心惶惶 不知道是真是假 警方查出恐吓信 从国外的IP发进来 不知高捷接到了 三铁共购的台铁和高铁 也都有收到 紧接着下来的圣诞平安夜 和跨年 新左营站势必涌入人潮 因为五月天的演唱会 新左营站还是前往市运 主场馆的主要接驳站 就怕有个万一 但要担心气氛引发了恐慌 自称V怪客的恐吓行径 搅乱了大家过节的心情 也让警方入临大敌